1991自尖号请求起飞 1991扯进飞路 某高原机场 数架直升机飞向目标空域 收到前沿阵地数据后 编队超低空隐蔽途径 实施近远攻击 飞行员不但要应对 变幻莫测的气象环境 还要克服高寒缺氧带来的身体不适 更要在陌生地域完成精准射击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根据地面特战分队侦查的信息 四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双级编组向前沿突进 对地面装甲移动目标 即纵身阵地实施精准打击 并对近距地面目标进行活力压制 与此同时 隐蔽前出的直升机编队 超低空隐蔽穿越雪谷 发射空对空导弹 精准拦截空中目标 高原作战 不但要熟练掌握多型直升机 信息化装备操作使用 还要熟练掌握 新型作战力量的协同配合 对官兵的能力数字要求越来越高 全程贴近实战 组织训练 通过空地侦察 隐蔽突防 火力突击 超越攻击等科目的连贯演练 进一步催炼了 部队在高原环境下的联合作战能力 终于 盐 2 5 3 4 2 7 4